- 歡迎收看亞洲奇王,我是真一傑 台北股市現貨以及7月期止今天開低走高 中場現貨上漲了24點 而7月期止上漲了39點 我想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除了繼續的公開我們的專業操作之外 更重要是有兩件事情要跟投資朋友來做報告 哪兩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各位 來,準備拼備數 準備拼備數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禮拜三,7月16號 就是7月期止的結算日 那麼結算日,今天禮拜一已經結束了 還有明天一天,還有後天一天 究竟在這兩天的行情裡面 有沒有機會拼備數 我想這是今天整個節目的一個重點喔 而這個重點我會擺在下半段 如何透過選擇權來翻倍,來拼備數 這個地方機會真的很大 因此請投資朋友今天務必要來鎖定 我們今天整個亞洲期望的節目 那麼同樣的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我想各位剛剛也知道了 我剛剛講了 這個禮拜三,7月16號 就是7月期止的一個結算日 在這一波行情,7月期止 我相信又有很多投資朋友拗空單 然後到了禮拜三 又將要被終結掉 我想在今天的行情裡面 我就要透過我們的操作 來跟投資朋友分享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想為什麼投資朋友 你這一波行情 會因為做空單 可能空在9100,9200 現在的指數已經來到了9500點這附近 為什麼又再一次的被這樣子給終結掉 為什麼又再度的賠大錢 投資朋友你所缺少的是什麼樣的觀念 而這個觀念因為你缺少了 所以導致你賠大錢 我想我今天會透過我們的實戰操作 來告訴你 接下來的行情 8月7止 你應該要擁有什麼樣的觀念 才不會再重蹈覆測7月 這樣的一個錯誤 我想最大的問題出在哪裡 出現在一句話 投資朋友你這一波行情 你的空單會受傷慘重的 它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什麼 你不敢勇敢的面對 你自己所造成的錯誤 你不敢勇敢的面對 你自己所造成的錯誤 雖然只是簡單一句話 可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觀念 導致於你這一波行情 7月7止可能空單 大賠個兩三百點 而這個觀念你說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 我想一個真正的一個專業的操盤手 它並不是每一筆操作 都是非常精準 它也是會有犯錯的時候 但是之所以它能成為專業的操盤手 就在於 它能夠勇敢的面對自己所犯的錯誤 讓這個錯誤 它絕對不能成為大錯之後 才不知所措 而是在小錯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把這個錯誤給鎖除掉 它就必須要在小錯發生的時候 把這個錯誤給鎖除掉 那這今天跟我們今天的操作有沒有關係 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在今天的行情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早盤一開盤之後 各位它出現了一個上衝下洗盤 其實在這一個地方 曾老師勒 也有被這個行情欺負到 也有被這個行情給修理到 但是為什麼 我今天能夠成為專業的操盤手 我跟你之間的不一樣地方在哪裡 待會你看完我的操作之後 你自然就會很清楚地明白 原來操作就是要這樣做 而不是用凹單 用賭博的方式 下去操作旗子 很多人我想在這一波行情 7月旗子 你就算你不想平倉 到了禮拜三 大家還是一樣要算總帳 因此你的90001 9200的空單 就算你不想任賠出場 你說我還沒出啊 我還沒賠啊 你可能會講這種話 但是到了禮拜三 就算你不想出 就算你不想賠 它終究還是有一個結算的問題 因此期貨的操作跟股票的操作 它大大的不同 股票你可以無限期的持有 只要沒有賣 輸贏都還不曉得 但是期貨呢 它由不得你 不想賣呢 你就不賣 不能這樣 因為它每個月有個結算日 那今天我們的操作又如何呢 直接來透過我們的操作 再來告訴你 這個重要的觀念 到底呢 重不重要 來 首先我們今天 總共呢 其實我們今天總共出手了三次 第一筆單 我說了在找盤 其實我做了不好 有被修理到 第一筆單 我們9500就進場去做多 但是小培出場 在哪裡小培出場 9.07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9500的多單 全部市價平倉 直接在9495附近 市價反手做空 因此今天早上的第一筆單 我想我在這邊就做一個清楚的交代 我們今天第一筆操作 其實是做多 就是9500做多 但這筆單呢 沒有賺錢 它是小培出場的 那培幾點 兩口單總共培了十點 一口單培五點 兩口單培十點 那糟糕啦 那這9495反手的空單 如果像賞戶的想法一樣 一路跟他拼到底的話 那恐怕又是大培出場 所以我說一個真正的 一個專業的超盤手 他應該要有的素養是什麼 他應該要有的素養是 他能夠勇敢的面對錯誤 今天這個9495的空單 我確實也是做錯 但是你看一下 我們賠幾點 9.27分 9495反手空單 全部都市價出清 有好的機會 我會再切入操作 各位你看一下 這是9.27分 當我發現不對的時候 我絕對跟賞戶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我會當機立斷 不對的時候就是不對 就是不應該用凹單的方式 9495在9.27分空單出場 再小賠一筆 9495空 我們看一下大概會出在哪裡 兩分鐘過後 來到9.29分 可以看到9502 9503 這個地方損失也不大 一口單大概損失八點 兩口單損失十六點 我想要講的是 這兩筆的交易 我們確實都產生了小賠的現象 第一筆單 9500的多單 原本是對的 但是因為這個上衝下洗盤 讓曾老師把這個部位出得太早 小賠五點出場 接著我們在9495反手做空 反手做空衝上去之後 我們也認賠出場 總共損失了八點 在這個地方 我要給投資朋友的觀念是什麼 一個真正專業的超盤手 他雖然會犯錯 但是他所犯的錯 絕對永遠只能是小錯 他不可以犯大錯 如果會犯大錯的超盤手 他永遠不具備超盤手的資格 我想很多人跟著老師 這一波行情從8800 漲到9500 很多人從8800 一路空到現在死不認錯 像這種老師 早就該被市場淘汰 他根本不具備超盤手 該有的專業素養 他叫做勇敢的面對錯誤 這種人只要不能勇敢的面對錯誤 就會像散戶一樣 散戶為什麼會大賠 各位我們來想一下 散戶為什麼會大賠 就是小賠的時候不願意停損 一定都是這樣 如果你小賠的時候願意砍掉 重新再規劃 重新再出發 重新再操作的話 那麼這個小賠 他是不是不會變成大賠 但是就是因為散戶 他永遠是駝鳥心態 反正我也還沒出場 輸贏還不曉得 所以就用著讀讀看 碰運氣的方法 結果一碰運氣 接下來越賠越多的時候 你到最後 你連砍都砍不下手 最後的命運 就像這一波行情 到7月起止 又要結算了 你可能又被迫 強迫結算出場 做完這一筆單之後 各位 我是不是說有好機會 我會再切入操作 拉近一點 我說一個真正的專業操盤手 他必須要具備的 一個人格特質 他要夠冷靜 絕對不是做錯了就不管他 也不管會員的死活 絕對要冷靜 冷靜完之後 再重新規劃 那很顯然的 後面這個盤 他是往上漲 所以在後來 這個949空單不行 出場之後 我們再做了一筆多單 來我們來看一下 9點38分 9點38分 起止掛定價 9503 再重新 有沒有看到 再重新做多一筆 停損20點 那這一筆單 我們就做對了 9點38分 我們再出手第三筆 清代班 9503 多單進場 來到9點42分 全部穿價成交 我們來對價對時 這是9點42分 我們掛9503嘛 這邊可以看到 9501 9502 全部通通是在9點42分 所以這個9503 多單進場 絕對可以成交 那可想而知 到了收盤 我們來算一下損益 各位 我們今天在前面的 兩筆操作 我們是賠錢的喔 可是因為曾老師 有專業操盤手的 冷靜 還有理性 以及勇敢的面對 小錯誤 所以到最後 這三筆加總 竟然還逆轉勝 各位三筆 錯兩筆 還能逆轉勝 你相不相信 不相信 我們來看一下 來 12點半 所有的棋子 選擇權部位 一律當衝 最慢 收盤價平常 那今天收盤價 大家都知道 它叫9525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兩筆 我們的訊息會員 也有做 清代班的會員 也有做 通通都是小賠 一筆賠10點 一筆賠16點 9503 做多到收盤 它叫掌44點 三筆加總 它叫小掌18點 各位 這個小掌18點 它其實嚴格講起來 不能算是績效 因為只有那麼一點點 根本就沒有算是大贏 但是重點是 我在這邊 我要告訴你的觀念是什麼 這一波行情 為什麼七月起止 你會空在 9000一 9000二 到現在還不願意出 就是因為在當初 當行情在漲的時候 你那些9000一 9000二的空單 就是因為捨不得小賠出場 你沒有辦法做到勇敢的面對錯誤 所以當你越賠越多的時候 譬如說你空在9200 漲到9250 你賠50點 你不願意出 你漲到9300 你更砍不下手 你的心態上一定是希望 至少拉回到9250 我少賠一點 可是當你這種鴕鳥心態一出現 你不敢勇敢的面對你的錯誤的時候 當真正大錯來臨的時候 你根本就砍不下手 於是乎 你就會擺到結算 我想我一定講做很多投資朋友 散戶投資朋友的一個操作方法 因此七月快結算了 我希望你在今天看完我的節目之後 你把這樣一個觀念建立起來 什麼樣的觀念建立起來 小錯發生的時候 你要勇敢的面對錯誤 小錯發生的時候 你要勇敢的面對錯誤 重新整理好 冷靜的再出發 到最後你的結果 雖然你不會贏很多 但是畢竟還是贏 我想這個就是操盤 最重要的一個心態 心態一定要健康 你心態不健康 你用賭博的方式 用賭運氣的方式 做錯了就跟他賭 跟他凹 到最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只要踢到一次鐵板 你只要踢到一次鐵板 你很快就畢業了 當然我也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為什麼喜歡凹單 因為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凹單十次 會小賺個九次 凹單十次 會小賺個九次 然後就沾沾自喜 認為自己很厲害 可是往往最致命的那一次 就是你賠錢的那一次 就像這一波行情 會一次要了你的命 因為他一要你的命 就是三百點四百點 而你小賺的時候 可能了不起就十點二十點 所以為什麼投資朋友 你到現在 你為什麼還一直沒有辦法 在習慧市場上賺到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被我講中了 你的凹單法則裡面 十次裡面你會贏九次 但是你會錯那一次 最嚴重的大錯 而這一次嚴重的大錯 就可能就直接要了你的命 就會直接要你畢業 而我們的操作咧 我說了 為什麼你可以信賴我 沒錯啊 我的操作不是每一筆對啊 但是為什麼我說 我有把握可以幫助到你 因為我能夠勇敢的 面對小錯誤 當機立斷出場 勇敢的面對小錯誤 當機立斷出場 等到冷靜之後 判定好方向 我們再重新出發 最後的結果 我們還是站在勝利的一方 當然我們還是強調一下 我們操作的模組不同 有一班會員 有勒 清代班的會員 所以結果也會不一樣 所有的專業操作分析 僅止分析指數 掌跌點數 並非論述操作 績效點數 法令規範 我們分析專業操作 絕非保證確可獲利 金融市場風險與報酬共存 過去績效 不代表未來績效 我想我今天在節目上 所講的這一些操作 無非是要跟投資朋友 溝通一個操作的觀念 這個觀念 我想對於未來的 各位投資朋友 不管你是不是有會員 會長長久久對你有幫助 因為我講這種投資朋友 很多人他會大賠的原因 不敢勇敢的面對錯誤 不敢勇敢的面對錯誤 所以當小錯慢慢變成大錯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不敢面對 可是問題來了 每一個月都要結算一次 你就算不想面對你這樣嚴重的一個大錯誤 他還是會跟你算總賬 所以該怎麼做 你就要像我們這樣一樣 只能犯小錯不能犯大錯 只能小錯 然後對的時候 掌握到更多的價差 來彌補這些小錯 還是一樣可以站在勝利的一方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告訴各位的 各位最近有很多 不是我們家族成員的人 來詢問到 老師我每天看你 我在節目上都會講清代班的家族成員 這個清代班 這個費用怎麼算 我說在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 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資朋友 你的資金很小的話 我在這邊再講一遍 不要再詢問清代班了 我乾脆一次講個清楚給各位聽 這個會員我已經講過了 這個齊全清代班 我永遠只設定五個名額 額滿我就不再收 那這個清代班它條件很嚴格 你不要再問了 來這邊請拉近一點 你有這樣一個實力的人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有五百萬資金的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各位 為什麼說這個清代班只有五個名額 第一個 我們用電話親自通知 而且你仔細看 我們的操作是多麼狠 清代班裡面會做選擇權 一筆就是兩百口起跳 你有這樣的心臟嗎 起一指一筆單 就是十口大台起跳 而且資金它有門檻限制 所以這個一般會員 一般的投資朋友 你不用再問這個 你不用再問這個 我們有普通會員 當然也有清代班的家族成員 但是這個清代班的家族成員 我在這邊講了 第一個條件很高 一般的散戶是不可能參與這個清代班的 只有五個名額限制 選擇權一筆就是兩百口起跳 大台一口一筆就是十口起跳 電話親自代單 代進代出 而且必須要我跟你溝通後才決定是否合作 以今天來看 其實清代班這兩筆它也有做 它只是多做一筆兩筆 清代班就是會跟一般會員不一樣的地方 一般會員可能做一筆至兩筆 清代班最多可能做到五筆 因為他們的風險承受度比較大 他們資金大 風險承受能力也比較大 所以在一般會員做完之後 不再動作之後 可能清代班還會再多做個一趟至三趟不等 這個就是清代班 而且你去看 選擇權 一進場就是兩百口 起子一筆單就是十口 所以不用再問這個問題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資朋友的話 我說了 我們不需要太高的門檻 我們先從結緣來做看看 改變一切從結緣開始 短期先感受 事過成主顧 我們先從短期來配合看看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OK 我真的只會犯小錯 我不會讓大錯發生 但是對的時候可以對一大段 你可以接受這樣的觀念 什麼叫做對的時候對一大段 來來來 上個禮拜我們也有陪啊 有沒有 錯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對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你有辦法接受這樣的理念的時候 我說了 你也不用參加什麼清代班 我們就來先用短期的方式 先來做一個感受 你先感受一下我們的操盤專業 我相信你感受之後你就會成為主顧 這一切咧 我們門檻不會設定太高 我們希望讓所有的人咧 都能夠跟著專業的人士來操作棋子 來操作棋子 但是前提來囉 你必須要能接受一種觀念 小錯大勝 小錯大勝 你能接受這樣的結果的 我們就先來結緣看看 但是不要一進來就說要問這個 很多人都在問這個 這個根本沒有幾個人有這樣的實力 問完之後也不敢再問了 所以我直接在節目上這樣講 那有興趣的 我說了先結緣再說 短期我們先來感受看看 試過成主顧 那下半段回來 要來告訴各位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消息 什麼樣很重要的一個消息 剩兩天結算 在這個地方 那個倍數的機會 機會真的很大 到底要怎麼做咧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到節目現場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每天都沒看到 看來是在拍攝 如果你看真的 我睡在那裡 好想到 你再說不再確定 我認識 因為我真的有個真正的 真的 著今也時空穿越 有關 我沒助 我沒助 擺眼睛高中生 PK7力鬼七 什麼 我只是想到 你 不僅嚇死你 就要笑死你 7月4日 这个高中没有鬼二 五七八三七七七 海盗放气球 飞到剑谷山大笑一下 骑王团队骑过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力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横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利盼 机不可失 横 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力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奇货 选就选最好的骑王团队 请播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在科建学美语 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 我们都在科建美语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一电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要运动就行动 790ml重装登场 行动动能饮料 添加藤黄果 可补充流失水分 及电解质 行动真的很好喝 运动就要行动 行动动能饮料 好啊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我刚刚讲了 礼拜三啊 就是七月起始的结算 刚刚在上半段的一个节目我就说了 准备拼倍数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拼 我来教你怎么拼 来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现货 9520 现货今天收盘收在9520 为什么我要看现货 期货的结算 结算完毕它就是现货 那今天现货收在9520 各位 剩下两天的时间 还有两天的时间价值 这个地方呢 倍数的机会真的很大 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我来告诉你怎么做 有兴趣了吧 开始听哦 来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9550的卖权 今天收16点 16点而已哦 这个下面这个叫9550 我们来看左边 这个叫9550的买权 它大概收在12.5 我们算12点好了 去头去尾 9550的买权在12点 9550的卖权在16点 这个地方我说了 要如何拼倍数 各位还有两天的时间价值 对不对 那现货今天是不是收在9520 再拉近一点 这个地方如果要拼倍数的话 如果我手头上有钱 我直接告诉你我要怎么做 我公开讲哦 我现在是公开讲哦 来 9550的卖权 我会去做买进 9550的买权 我也会做买进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这两个 它现在时间价值被压缩到 只剩两天 然后卖权那一边 9550的卖权那一边 只剩下16点而已 一口单800块 买权这一边剩12点 一口单600块 这两个你全部都买进去 买一组的话 它叫做1400块 那这样子的操作 为什么翻倍的机会很大 因为各位你最大的损失 就是28点 什么意思 这个也归零 这个也归零 两边都赔掉 它最大的损失叫做28点 可是为什么 我说这些地方翻倍机会很大 因为在这两天 有两天的时间哦 你只需要有超过 50点以上的行情 各位你就翻倍了 因为28点 它可能就变50几点 当然会有一边 不管是coord put 会有一边是归零 但是另外一边直接翻倍 也就是说这个行情啊 在未来这两天里面 它只要50点 甚至于到100点的行情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 三到五倍的暴力 为什么我说三到五倍 如果它直接灌破 9500点的话 灌破9500点 直接下沙个 780点 甚至于100点的话 各位 这个put 你至少会翻个 会翻个六倍七倍 当然这边全部归零 那相对的 如果它拉高结算 它突破了9550 来到了9650 甚至于呢 9600以上 各位 这个12点啊 它同样有机会 会翻到七八倍 因此各位 我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机会 我透过这个节目 来告诉你 当然我知道 有的人听到没啥啥 老师你到底在说三倍 我也听都没 尽管你讲的很吸引我 可能有三到五倍的利润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你不知道怎么做 妈妈你看一下测标 会员听清楚 明天的选择权一定要跟单 我明天呢 一定会进场 我明天一定会进场 因为这个翻倍的机会 非常的大 那你说老师啊 那万一赔钱怎么办 会赔几点 来 我直接告诉你 最大的损失 这16点赔掉 这12点赔掉 但是只要对的时候 它是三到五倍的机会 它是三到五倍的机会 而且你要去想 你还有两天的时间价值 这两天的时间价值 除非真的行情很黏 都锁在9500到9550之间 那这样的话 可能全部都归零 但是万一呢 它整个灌破9500 或者是突破9600 哇这下精彩了 三到五倍的报酬 你绝对看得到 也吃得到 而且不用去考虑 它到底是拉高结算 还是压低结算 只要它是出现一个 暴涨暴跌的一个格局 暴涨暴跌的一个格局 它是大涨 好几百点 或者是大涨 我们不要说好几百点 好几百点 大涨只要超过百点 或者是大涨 只要超过百点 只要超过百点的行情 各位 这个地方 确确实实 它有三到五倍的机会 那唯一的风险 就是它横盘一直整理在9500到9550之间 那这两头全部都会归零 因此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有很多人 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听不懂没关系 我直接带你来操作 各位明天很重要 明天是很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全体会员听清楚 明天只要我有带选择权的话 一定要跟 一定要跟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很有机会翻身 礼拜三那天很有机会翻身 那么如果你也想要参与结算 想说这个选择权真的有暴力 它真的有机会三到五倍的话 你不会做的 我们先从结缘开始 你一进来 明天我们就先带着你 进场去布局 那么三到五倍的机会 我们在礼拜三 就很有机会真的看到也做到 那到底该怎么做 我想不懂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赶快利用今天 你今天完成所有的动作 明天你就可以 可以跟我们同步布局 在这个地方三到五倍的机会很大 真的很大 有兴趣的把握这样一个结缘机会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在这海虫 小面蹲隔热并没闻 新鱼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鱼一体电纹箱 鱼保护您 超越大函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一电话 平等2578-3777 2578-3777 中国本草纲目记载 养乳促进新陈代谢 增长体力 营养无济 活农养乳 有原味 麦胚芽 草莓 巧克力 多种口味 齐王团队 齐货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 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 快狠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机不可施 狠 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货 选就选 最好的 齐王团队 请播 02 2578 3777 2578 3777 马带夜分解茶 解由你 差无弊 爱之味 马带夜分解茶 心上市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人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卖向不同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